女人正在房间喜香香 不曾想一个遭到追杀的黑衣人 慌目择路逃了进来 而女人乃是博二庄的大小姐宇文霜 她从未想过在她沐浴时 会有人闯进她的房间 再加上她不停地将水洒在身上 又揉搓起水里的玫瑰花瓣 因此丝毫没有察觉到一想 这个闯入房间的黑衣人 正是夜叹博二庄禁地的吴迹 吴迹一把捂住宇文霜的嘴 又出手点了宇文霜的穴道 防止她大吵大闹暴露行踪 没想宝剑掉落在地的声响 还是惊动了追杀而来的断天宝 断天宝见宇文霜没有回应 随机打开房门走了进来 结果看到浴桶里的宇文霜 立刻转身将其他护卫赶了出去 她自己出言向宇文霜道歉后 也乖乖关上房门走了出去 无忌见状刚刚松了口气 将目光看向了宇文霜 这才发现宇文霜死死地盯着自己 脸上有娇羞也有愤怒 无忌哪见过这种香艳的场面 不由地加重了喘息声 直到半盏茶的时间后 无忌才慢慢回过神来 像逃命一般地跳出了浴桶 撞到木架之上好不狼狈 随后无忌又想起掉落的长剑 弯下身子去剪长剑时 又不由地多看了几眼 这让宇文霜的心中更加愤怒 发誓要将这个黑衣人找出来千刀万管 正所谓来了瞌睡就送枕头 一张手帕从水底浮起 上面绣着一个黑色的鱼子 而宇文霜也曾见过这张手帕 当时就在小鱼的手中 因此宇文霜误以为 刚刚那个轻薄自己的黑衣人 就是他暗恋着的小鱼 时间回到半个时辰前 小鱼和无忌为了查出 侨夫自然的真相 大着胆子潜入了博尔庄境地 不曾想令两人毛骨悚然的事 他们真的看见了一群无头鬼 小鱼再次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 不由自主地想要打喷嚏 结果一个喷嚏下去 暴露了自己和无忌的行踪 大呼不妙的两人 连忙分开逃窜了起来 小鱼一路奔逃来到了茅厕附近 只好将茅厕荡成了藏身之地 他刚刚进入茅厕 马总管便带人追了过来 怎么样 找到没有 我们跟到这里 就没看到他的人已了 他一定没有走远 给我搜 是 马总管命令护卫四处搜寻 他则是来到了茅厕 虽然对于茅厕的味道嫌弃万分 马总管却还是一尖尖地打开 查看是否有人藏在里面 眼看小鱼即将暴露之际 房顶上一个黑衣人一闪而过 立刻引起了马总管的注意 让小鱼闲闲逃过了一劫 小鱼听见马总管离去 这才打开茅厕门走了出去 不曾想却被一柄剑架在了脖子上 马总管 其实我 说 紫烟哪 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的 小鱼转过身看去 发现原来是紫烟 刚才那个引走马总管的黑衣人 就是紫烟所乔装打扮 是你救了我啊 那还用说 快走吧 要不然待会马总管回来 你又要用穿云掌打开杀戒了 半个时辰后 无忌湿漉漉地回到房间 整个人有些怅然若失 脑海中全是宇文霜 注定今晚是个不眠之夜 小鱼迷里糊糊地醒来 见到无忌的狼狈模样 不由地猜测了起来 你脸怎么红红的 这里都湿透了 你该不会去掉到芋头里面去了吧 没有 我没有 我当然知道你没有 赶快睡吧 要不然明天又要起不来了 话翻两头 明月公主在长春的帮助下 功力总算是恢复了一小部分